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崔永元现在爆料了娱乐界的阴阳合同的黑幕 激起了娱乐界的惊天大浪 娱乐界的上市公司因为崔永元的爆料 据说市值已经跌了上千亿人民币 可以说手机二风波 真是让这些娱乐大佬们始料未及 崔永元有这样的能量 搞得他们是灰头土脸 还不如当时刘正云还有冯小刚 老老实实的给人家崔永元端茶认错 避免这一场风波 接着崔永元又再接再厉爆出了 中国高院的千亿矿权卷宗丢失案 这一下我估计把最高院的院长周强 这一下都拉下马了 还有陕西省原来的书记 已经是退了休的书记赵正勇 现在已经被中纪委开始立案调查了 已经被双规了 崔永元能量之大 这种不可小觑 简直是一个贫民 崔永元是一届贫民 算是一个政协委员 算是一个全国政协委员 能够接出这样的惊天大案 造成这样的政坛波澜 那位说了 崔永元就是百姓的代言人 对不对 是正义之士 行的是正义的知识 然后发挥的是正义的力量 这一期我就想跟您探讨探讨 崔永元他到底是百姓的代言人 还是某权贵的小喇叭 因为一号觉得一个事物 我们要从两面来看 不能广看表面的这些迹象 是不是 那么崔永元在千亿矿权案中 其中有一个主角是谁 就是跟陕西地刊院签订了 那个所谓千亿矿权的那位赵发旗 姓赵的赵 发财的发 就是一个王子旁 一个奇怪的旗 一个玉子旁 王子旁 还是玉子旁 反正是赵发旗 那位姓赵的 这个奇怪的就发了财了 是不是 那位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下 一个农民不但举报政治局委员 举报当地的省委书记 省长市委书记 更令人惊叹的是 他的举报并没有让自己受到了丝毫的迫害 反而一路披荆斩棘 那些高官一个个在他面前倒下 而本来是最没有道理赢下官司的他 不但在陕西高院的一审中 大获全胜 而且最终还赢下了最高院的官司 这是一个普通农民 可能有的能量吗 所谓的崔永元 为这个普通农民来进行喊冤 教区来代言 崔永元的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玄机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整个的这个事情 具体呢 最后还是要靠这个观众们自己去判断 说这个崔永元到底是正义的代言人 还是某权贵的小喇叭 这个事情呢 是从2018年的12月26日中午的12点开始的 崔永元呢 在他的新浪微博上发布了一篇文章 你怎敢这样离奇 文章的题目啊 文中呢 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民国时期 一个叫周枪法的县长 就是那个枪族的枪啊 枪敌何须怨阳柳的枪 收到李某的一个诉状啊 周县长呢 根据法律呢 开始准备判李某赢 随后呢 李某所在的官员赶来拜见县长 于是县长呢 又准备修改判令 但是负责这个案子的文书却不从命 于是呢 某一天部分准备存档的状址忽然丢失了 而后周县长拟心状 命令文书签字画牙 文书誓死不从 周县长便依文书签牙状重聚改判决 那意思呢 就是按照文书签字画牙的那个样子啊 这个重新啊 这个在那个新状纸上 这个伪造了文书的签字 可以说是 结局是呢 文书人侠公义啊 告发至直立都军府啊 县长周枪法 府法 当天晚上21点啊 崔永元又转发了一篇 中国经营报当天的文章 最高院有贼陕北千亿矿权案卷宗被盗两年 至今不下落 第二天啊 崔永元又爆料自己手上有相关视频 第四天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王林青自述 案卷被盗情况的视频就出来了 在这几天里边 崔永元把矛头频频对准最高人民法院和院长周强 不难看出啊26号崔永元的那篇文章 27号中国经营报的文章 以及30号出来的王林青的自述视频 都是提前准备好的 是一个统一的行动 这个统一行动的背后策划者是谁呢 我们现在无需去追究啊 如果崔永元的爆料是真实的 而且要达到的目的也是良好的 为了公益 那么这个策划者也是立了一大功 现在呢 基本可以确定的是什么呢 最高院2016年底发生的案卷丢失的事件 是真实的 那么崔永元中国经营报 王林青及其同事的爆料 其目的是什么呢 根据崔永元所述的那个民国故事 我们不难意识到 这个故事影射的就是发生在最高院的事情 周强法现场代表谁 不言而喻周强嘛 对吧 文书代表谁 那就不言而喻了 对吧 那么李某代表谁 不言而喻 那边文章的封面图案 就是崔永元与当事人赵发奇的合影 李某所在地的官员代表谁 也不言而喻吧 对吧 那么爆料的目的是 县长周强法扶法 不是 似乎不是 因为这个爆料打击能量似乎还达不到那个程度 崔永元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对准的 就是那个改了判决的那个陕北千亿矿权案 该案最高法终审结果 赵发奇诉陕西省地矿局西安地质矿产开发院赵发奇胜诉 法院判定凯其来与西刊院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继续履行 西刊院赔偿凯来其法人就是赵发奇1365万元的违约金 既然赵发奇赢了官司 崔永元的那篇民国故事中的王法改判 难道指的是应当判西刊院赢 显然不是 从崔永元与赵发奇的合影 以及李某所指为个人 就可以确定 那个民国故事中的王法改判 应当暗指的是赵发奇应当得到更多更大的利益 但没有联系崔永元当天晚上的另一个怒骂最高院的微博 不就是一个叫赵发奇的农民运气好 买了个碳矿权 碳照个煤矿吗 怎么了 从省长到院长勾结在一起耍尽花招 非得剥夺人家祖宗八代修来的一次福利 再联系关于这个案子的一篇报道中的一句话 凯奇来公司主张双方继续履行协议 包括西刊院将碳矿权转入凯奇来公司名下 而判决对此未予以明确 这样一看崔永元的意思就很明白了 也就是不少人都已经指出来的 崔永元认为农民赵发奇应当得到合同中所设地区的完全的碳矿权 那么碳矿权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除了碳矿权本身的巨大价值 还有优先取得勘察作业区内矿产资源的采矿权 以及依法转让碳矿权 而采矿权所包含的价值 那就比碳矿权要大的太多了 如果有了采矿权即使不采矿 因为可以依法转让碳矿权 转手一倒卖 也都是天文数字的资产啊 大家还记得吧 我上一个视频里说 那个背后的女商人刘娟 可是空手套白狼 套了二十多亿人民币啊 当然如果根据法律 这碳矿权呢 应当属于赵发奇 那谁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对不对 但是呢 赵发奇应当拥有这碳矿权吗 2003年的8月 与西刊院签订合同时 赵发奇既没有公司 也没有什么钱 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 一年半以后呢 赵发奇打给西刊院的钱 也是通过预售采矿权 别人转给他的 也是一个空手套白狼的高手 如果这个碳矿权属于赵发奇了 随后采矿权也就比较自然的 将会属于赵发奇 也就是说 一个两手空空的农民 仅仅因为跟西刊院 不知什么原因签了一个合同 就可以转眼间 变成全世界都会厌目的巨富 难道大家不觉得 这其中可能有问题吗 凯奇来与西刊院 合作探矿合同的签订 有什么猫腻呢 根据看到的合同所显示的信息 2003年的5月 陕西省地矿局西安地质矿产开发院 与山东省鲁地矿业有限公司 签订了开发恒山县 波罗红石桥地区煤矿资源的合同 投资与收益分成都是4比6 同年6月 西刊院又与陕榆林市 凯奇来能源投资 有限公司签订了针对同一地区 相似的合作勘探合同 不过投资与收益的分成 却成了2比8 而且与凯奇来的合同 还有其他更多有利凯奇来不利西刊院的条款 譬如有关勘查成果处置等方面的内容 根据合同可以推知西刊院最后终止了跟山东 鲁地矿业的合作 而选择了跟凯奇来的合作 资料显示 1977年和1981年到1985年 陕西省地质局曾两次对恒山县及其附近地区进行过煤矿的详查 确认该地区有极其丰富的煤矿资源 别人可能不知道这个信息 西刊院的人应当是百分之百知道的吧 但是放弃收益4比6的这种分成 而选择收益2比8的这种合同 另有其他不利自己的条款的这种合同 这符合常人的思维吗 西刊院的领导脑资正常吗 作为国家机构的西刊院 搞不到那300万元的所谓的那些合作费用吗 而且那300万元的合同 比跟鲁地矿业的合作还少了300万元 就是说 百分之五十 这个合同从4比6分成 少了50%的费用变成了2比8分成 这个西刊院的领导脑子正常不正常啊 那么是不是凯奇来这个企业比鲁地矿业更可靠 更有实力呢 事实是2003年的8月 这个西刊院啊 与凯奇来签订合同时呢 凯奇来公司呢 竟然还没有成立 凯奇来的法人赵发奇后来的说法是 当时他是以自然人的身份跟西刊院签的合同 不久公司成立后 加盖的公章 即使这个说法是事实 西刊院为什么会放弃跟一个正规的矿业公司合作 去选择一个连企业都没有的个人呢 这又让有正常头脑的人无法理解了吧 赵发奇说他是以自然人的身份跟西刊院签的合同 后来公司成立后呢 加盖了公章 但是呢 这个说法呢 其实还有问题 其一 既然是以自然人的身份签订的合同 为什么合同内容写的却是 榆林市凯奇来能源投资公司呢 其二 既然是以自然人身份签订的合同 这样的合同也合法 为什么后来又要加盖企业的公章呢 完全没有必要啊 这不反而让人觉得心里边有鬼的表现吗 更不可思议的是 鲁地矿业与西刊院的合同是在2003年10月25日终止的 也就是说 在此之前 该合同一直还在执行之中 那么在2003年的8月 西刊院如何可能与赵发奇 签议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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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2005年赵发奇预售采矿权 获得的别人的注资 随后其中900万元支付给西刊院 2011年赵曾因虚报注册资本罪被逮捕 另外查询可知赵发奇目前除了凯奇来 并没有其他的公司 也没有任何资料显示 赵发奇在凯奇来之前曾经有过其他的公司 也就是说赵发奇跟西刊院签订合同时 假如2003年8月这个时间是真实的 他并没有自己的企业 根据他最初在凯奇来所占的股份 以及注册资金的虚报 以及他后来打给西刊院的钱 全部是来自别人这个事实 可以断定他也没有多少钱 一个既没有公司也没有多少钱的农民 哪来的胆量去签订一个涉及资金1200万元 仅仅是前期资金这么一个大合同呢 签订这么大的合同 难道西刊院对对方根本就不了解吗 从常理来推断不了解是不可能的 但是既然了解赵发奇是这样一个状况 为什么竟然还会选择跟他这样一个两手空空的农民签订合作勘探合同呢 这里边难道没有鬼吗 上述种种的蹊跷 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赵发奇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 他的背后一定占着一个能量远远超过他这个农民的人 我们也不难猜测 凯奇来这个公司就是专门为西刊院签订这个合同而注册的 其实赵发奇自己的话已隐约透露了 之所以能够跟西刊院签订合同的原因 2003年的10月22号 陕西省人民政府第21次会议纪要提出 对由省政府前几年已经给予一些煤田碳矿权的单位 一律试作代表政府实施地质勘察 碳矿权人啊无权处置矿权 西刊院跟山东鲁地矿业的合作就是因为不符合这个会议纪要 才被迫终止啊 就是说当时呢陕西省为了控制这个煤矿的烂采来挖啊 就是下了一个一刀切的规定 就是说你只要是跟别人签订了合同了 但是呢这个探出来的这个碳矿权不能归你这个单位啊 要归政府所有知道吗 所以呢 这个跟鲁地矿业的合作就就此终止了 据赵发奇说 时任地矿局和西刊院的主要领导公然对外宣称 谁能帮我们突破省政府第21次会议纪要 我们就跟谁合作 这就说明什么呀 这个政府啊无法可依啊 就是说一次会议纪要啊就能改变整个省里边的这个能源的这种这个碳矿和采矿的这种节奏 就是说无法可依啊 对不对 显而易见啊 西刊院放出这样的话 是在省政府第21次会议纪要出台之后 这也透露了一个信息 西刊院领导说这话的时候应当跟赵发奇还没有签订合同 跟凯奇来的合同合作是在放出这个话之后才有的 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所谓2003年8月就签订了合同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其实西刊院内部员工也已经明确向记者透露说西刊院跟凯奇来的合同是2004年2月19日签订的 当时西刊院放出这样的话还透露出了另外一个重要信息 西刊院跟凯奇来的合同能够在省政府第21次会议纪要出台之后签订 说明西刊院相信赵发奇能搞定省政府 能让西刊院突破省政府21次会议的纪要 事实上赵发奇也确实成功了 经时任主管副省长的批准 2004年的8月西刊院与凯奇来的合作勘探合同就真正的落地了 2005年的11月合同内容又经过了65号文件的确认 那么一个两手空空的农民凭什么能让省政府无视刚刚制定的政策 为这个合同开绿灯呢 当然表面上对合同的批准是与21次会议纪要不矛盾的 因为合同的签订时间是在纪要出台之前 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那个时间仅仅是皇帝的新装而已 而如果合同签订时间在纪要出台之前就没事了 山东鲁地矿业也就不会与西刊院终止合作了 人家鲁地矿业和西刊院签订的那个合同 也是在21次会议纪要出台之前呢 对不对 农民赵伐奇的能量究竟来自于哪里呢 从上面的分析 我们应当已经能够意识到赵伐奇的能量有多大了 但是他的能量还不仅仅表现在上面的那些事情上 就在那位在西刊院与凯奇来合同上起了决定作用的省领导 即将调离陕西前的前几个月 赵伐奇与西刊院的合作开始出现麻烦聊 2006年的4月12号 西刊院与香港一页签订关于波罗景田的合作勘查合同书 而波罗景田与西刊院跟凯奇来合同中 涉及的恒山县波罗红石桥地区大部分是重合的 用赵伐奇的话说这是一女两嫁 显然凯奇来已经被踢出局 于是2006年的5月 即使在原省长调离陕西的同一个月 赵伐奇将西刊院告上了省高级人民法院 五个月后 省高院一审判决赵伐奇胜诉 省高院的判决凯奇来与西刊院于2003年8月25日签订的合作勘查合同有效 双方继续履行 西刊院应当在判决书生效后10日内向凯奇来公司支付违约金2760万元 在判决生效一个月内将探矿权转入凯奇来公司名下 在判决生效一个月内将探矿权转入凯奇来公司名下 合同也没有这样的条款啊 合同写的不过是对双方取得的勘查成果 由甲方西刊院以方按所占权益比例成立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开发 或由甲乙双方协商 甲方将所占权益经法定机构评估后转让给乙方 由乙方独自开发 现在在勘查还在进行之中 甚至也无需双方协商是否成立合资公司 法院直接就要求西刊院将探矿权转入凯奇来公司名下 这不是强制将国有资产转让给私人吗 这不是明显的不讲理的偏向赵发奇吗 更重要的是合同是2003年8月的合同 而赵发奇打给西刊院的第一笔钱 是在一年半之后的2005年的3月 这早已是违反了合同关于 在本协议生效后一个月内以方向甲方支付30%的规定 而且在此之前西刊院的勘查成果 据赵发奇说 在2004年底既已得知合同所设地区藏有20亿吨的优质动力煤 这也是已知的直到现在取得的勘查成果 以及获得的权益与凯奇来也没有任何的关系 因为勘查的成果是西刊院自己出资获得的 而不是凯奇来出资100%或者根据合同出资80%的情况下获得的 所以陕西高院的判决怎么都看不出是依法判决 那么是谁有这样的能量让陕西高院这么做一个判决呢 为了一个普通的农民 高院一审之后 西刊院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 案件审理期间 2008年的8月2号 中国青年报刊发报道说 公罕发至最高院 谁在干预司法 曝光了陕西省政府此前曾向最高院发密函 干涉西刊院与凯奇来之间的合同纠费案件 2009年的2月12号 政协委员侯新一叶向珍等人向最高院去函 称密函事件史上罕见 媒体的报道和政协委员向最高院的去函本身毫无问题 问题是这样的高级别的密函怎么会被媒体随便曝光 中国的媒体的权力真有那么大吗 2005年的3月3日 赵发奇与浦凤城等三人签订合作协议 在协议中赵发奇就已经向浦凤城等三人出售2.5亿吨储媒的开发权收益 但是探矿权尚在西刊院的名下 而赵发奇的行为却明显对于属于西刊院的探矿权将来转入凯奇来名下 并将其转化成开采权 胸有成竹 那么这种超出合同范围的自信是怎么来的呢 是谁给的 出资人为什么也会相信他 再联想一下2006年10月陕西高院的一审判决 是不是能让我们领悟到一点什么呢 在网上搜索赵发奇这个名字 你就会发现有不少赵发奇举报揭发高官的信息 赵发奇举报的高官中有政治局委员 有省委书记 有省长 有当地榆林市的市委书记 还有陕西国土资源厅的厅长 陕西地矿局及其下属西刊院的领导 还有与高官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亿万富商等等 据网上传言 榆林市市委书记的落马 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厅长的落马 陕西地矿局以及其下属单位西刊院 多名领导的先后落马 以及更高级别官员的背面 都与赵发奇的举报有关 从这方面看 农民赵发奇的确很牛 简直是史无前例 另外呢 且看看赵发奇的举报信 他对那些高官富商等等的腐败信息 掌握之细致周到 让人叹为官职 甚至某个时期 一些省部级高官的行踪 作为自己对手的企业 与其他企业签订的诸多合同 他都了解的一清二楚 一个普通的农民从哪里得到的这些信息呢 凭他自己可能吗 那么是谁给他提供了这么多的信息 而且一个普通农民不但敢于举报政治局委员 举报当地省委书记 省长市委书记 更令人惊叹的是 他的举报没有让自己受损一根毫毛 反而一路披荆斩棘 那些高官一个个的在他面前倒下 而本来最没有道理赢下官司的他 不仅在陕西省高院一审中大获全胜 而且最终还赢下了最高院的官司 这是一个普通农民应有的能量吗 2011年的8月19日 赵伐奇被榆林市公安局以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逮捕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 就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案件 辩护律师竟然是大名鼎鼎的斯伟江和普志强 另外同样是大名鼎鼎的律师杨金柱 持奉生竟然都担任了凯奇来公司的行政诉讼代理人 而且就在赵伐奇被逮捕之后 2011年的11月15号 毛鱼市主持的天泽经济研究所 组织召开了题为产权与公权经典案例的研讨会 呼吁为赵伐奇维权 一个普通的农民 其实根本就称不上是企业家 是如何有能量做到这些的呢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隶数一下为赵伐奇站台的这些都是谁呀 斯伟江 普志强 毛鱼市 加上现在的 还有杨金柱 加上现在的崔永元 这不都是在中国境内著名的那些右派的公知吗 这些著名的右派的公知统一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去站台 我们是不是联想到了一些什么呢 这些公知后面是不是还站着一个有权势的人呢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媒体有大量关于赵伐奇的报道 这些报道大多是对赵伐奇都充满了同情甚至英雄式的赞美 而对他跟西刊院之间的合同的种种猫腻是只字不提 特别是网上可以搜到很多关于他举报省部级官员的文章信息 这些文章一直很安全的存在着 想一想换了别人这种可能性有多少 至于最近发生的事情 崔永元王永清以及中国经营报的媒体声势浩大的联动 什么人有能量这么做 是一个普通农民能做得到的吗 在这起碳矿权的纠纷案中 西刊院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这场矿日持久的矿权案 其中一方赵伐奇被媒体大量报道 而并被赋予了充分同情甚至赞美 而另一方西刊院却少有人提及 那么在这场矿权纠纷案中 西刊院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追根溯源 这起矿权纠纷案 源于陕西省政府的第21号会议纪要 该纪要取消了西刊院作为碳矿权人处置矿权的权利 西刊院领导出于小团体以及个人私利 私下与企业联系 企图通过关系或其他渠道突破这个会议纪要 所谓苍蝇不丁无缝的弹 赵伐奇这个时候便趁虚而入 双方一排即合 于是便有了对签署时间进行伪造的2003年8月的合作的碳矿合同 显然这个合同通过省政府的审批 但在原省长即将调走之际 该合同却被否定 西刊院又跟另外一家企业香港议业针对相近的区域 签署了一份合作勘探合同 于是西刊院被与赵伐奇开始了长达12年的合同纠纷拉锯战 现在西刊院不但输了官司 输了时间精力 输了院长 院长陈磊已经落马了 还有被判赔凯奇来1365万的违约金 从这一点上说西刊院咎由自取 当然这主要是领导的责任 员工是无辜的 但是西刊院又是值得同情的 西刊院跟赵伐奇之间合同的签订 西刊院本身虽然难逃责任 但是在2003年底 也就是陕西省政府第二十一号会议纪要出台后不久 赵伐奇主动找上门时 西刊院的领导如果意识到了赵伐奇背后的力量 不想签就不签的可能性能有多少呢 如果赵伐奇背后没有什么特别能量的人 西刊院会跟他签吗 以赵伐奇的条件签合同的可能性根本没有 至于2016年西刊院与香港一夜的合同 西刊院完全失去了处置矿权的权力 也失去了经查成果以及碳矿权的全部增值收益 所以相对于赵伐奇凯奇来之间的合同 与刘娟香港一夜的这个合同对西刊院更加不利 从鲁地矿业到凯奇来到香港一夜 除了与鲁地矿业的合同还有点自主权 后面两个合同一个比一个对西刊院不利 但西刊院最后反而只能接受最不利于自己的合同 当然作为国家事业单位 西刊院接受上级安排理所应当 勘探成果归国家所有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但实际上香港一夜是一家私企 勘察成果及其收益最后只能落到这个私企手里 也不是归国家所有啊 更严重的是如果赵伐奇所举报的 香港一夜及其老板刘娟的背后 黑幕重重西刊院跟这样的企业合作 怎么会心肝呢 所以相对而言西刊院跟赵伐奇的利益整体上是一致的 正如赵伐奇多次强调的 在西刊院与凯奇莱公司之间并没有纠纷 赵伐奇与西刊院的官司本质上是跟陕西省政府的官司 这也是为什么这起官司最引人关注的点是政府干预司法 也正因为此 西刊院的领导内心里并不见得希望自己能赢官司 这也是为什么赵伐奇在合同签订后一年多一直没有打钱 西刊院也没有追究其责任 甚至后来还收下赵伐奇打过来的900万元钱的原因 但是作为政府的议员 他们又必须贯彻执行上级领导的意志 去为了赢下官司而做各种努力 这也是一个权力有限的官员 普遍都会有的苦衷嘛 陕西省政府第二十一次会议机要出台的目的是什么 对陕西矿权案有所了解的网友呢 可能会比较疑惑 陕西省政府第二十一次会议机要出台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如果说是为了保护国有资产 使其不至于流失 那么凯奇来这样一个空壳公司与西刊院的合同 为什么能够通过省领导的审批呢 条件远比凯奇来更好 合同签订时间更早 合同内容更有利于保护国有资产的山东掳地矿业 为什么却在会议机要出台后不得不很快的出局呢 为什么省政府的第二十一次会议机要刚刚出台 一个多月后凯奇来这个公司就注册成立 然而凯奇来的法人赵发奇一个之前做过一段时间包公筒的农民就不知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主动找到西刊院的门前 要求跟西刊院合作勘探某个区域的矿产呢 如果说2006年后否定了西刊院与凯奇来的合同有拨乱反正的意味 那么后来安排赵发奇的举报材料说是强令 西刊院跟香港一业老板刘娟签订的关于波罗景田的合作勘探合同 为什么不但对国有资产没有起到保护的作用 反而很快就导致了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呢 据赵发奇举报陕西省政协常委与港商牛娟伪造申报材料 向国土资源部环保部水利部国家安监总局 骗取设计年产一千万吨陕西横山波罗煤矿的路条 土地预审环平水平安全评价等采矿权相关的平文 倒卖给香港秦皇集团有限公司 哇这个名字相当的大气啊 获利20亿元啊 思客印章伪造评估报告 诈骗延长石油集团公司7962万元的国有资产 刘卷将违法骗取的价值上百亿的陕西 横山县波罗煤矿项目倒卖给境外的公司 这些举报材料在网上已经有好多年了 也引起了省委领导的重视 有关部门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 举报人也未见被追责 这些也应当坚决的证实了举报材料的真实性 总之陕西省政府第二十一次会议纪要出台后 出现的种种令人疑惑的现象 不得不让人家沉思 省政府第二十一次会议纪要的出台 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应应当支持谁啊 出现了一个热点事件 大家总会习惯于站队 但是对于陕西千亿矿权案 很多人迷惑了 不知道该支持谁 支持赵发奇 支持赵发奇是肿瘤媒体一直以来普遍的态度 但是经过咱们上面的那些分析之后 还应当支持赵发奇吗 支持刘娟 刘娟在与西刊院签订合同 勘探合同之后的所作所为 已经被赵发奇和媒体揭露的几乎近人皆知 其恶劣行径 人人都会唾弃 他更不应该得到支持 况且赵正永和刘娟都已经锒铛入狱了 对吧 刘娟大概率也被收监了 支持西刊院 西刊院一开始就有自己的小算法 这个案件就源于西刊院领导与赵发奇之间 为了私利 企图突破政府第21次会议纪要的恶意串通 当然我们也不能支持他们 对吧 那么最后支持崔永元 崔永元最近怒怼最高人民法院揭露案卷 其意已丢失 敢说话 敢跟高官叫板 似乎应当支持 事实上大多数人也都在支持崔永元 但是崔永元揭露的事情还正在调查 其中的来龙去脉还不能早早的就下定论 另外崔永元也是明确的站在赵发奇一边的 很明显他是在为赵发奇争取利益 根据他怒骂最高法院的那个微博以及那个民国故事 他显然认为赵发奇没有得到合理的判决 赵发奇还应该得到更多的权益 应当完全得到探况权 然而 看完咱们上面的这些分析后 大家还会支持崔永元吗 支持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丢失卷宗的事情 如果真的涉嫌销毁官员干预司法的证据 那当然是应当被谴责和追责的 但对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与否 还涉及到更核心的问题 对陕西千亿矿权案纠纷案的判决是否公正呢 相对于陕西高院前后两次截然相反的判决 陕西高院先是将探况权判给了凯奇来 后在省政府的干预下重审 又认定合同无效 那么最高院的判决似乎是相对还是比较公正的 但是事实上最高院的判决貌似仍然只能在双方的势力之间进行一个平衡 而不是真正的依法判决 正如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的 首先凯奇来与西看院的合同存在着太多的猫腻 根本经不起推敲 有恶意串通伪造合同 对吧 西看院一方已经承认合同签订时间是伪造的 骗取国有资产的嫌疑 最高院对此没有追究 其次呢 根据西看院的说法 赵伐奇在成立凯奇来的时候 就伪造房产证 伪造评估报告 虚报注册资本 骗取西看院与其合作 如果西看院被骗属实 至少所谓的伪造虚报都被确认是属实的 如果被骗不属实 那恶意串通骗取国有资产就属实 我认为仅仅根据这一条 就可以认定合同无效 然而最高院并没有这样判决 另外根据2006年12月公布的西看院 与香港一页投资集团合作勘探的正式的勘探报告 波罗景田内三层可采煤层 共估算各类资源量达到了 203801万吨 而根据赵伐奇的说法 他在2004年年底的时候就已经得知 当时有20亿吨的优质动力没储存 而赵发奇打给西看院的第一笔钱是在2005年3月 也就是说到了2006年12月 这个勘探成果完全是西看院在2004年底之前 自己出资获得与香港一页无关 也就是说与赵发奇的凯其来也无关 他们两家都无权获得这个勘探成果 以及在此基础上相应的收益 至于与这21亿吨煤相关的碳矿权 以及采矿权竟更加无从谈起 对不对 但是最高院这么判了吗 总之根据上述理由 就可以认为最高院关于陕西矿权案的判决 并不见得是公正的 我们注意到了最高院的案件审理 受到了来自陕西省政府的干扰 却忽视了可能还有来自于另一方 看不见的不亚于陕西省政府的势力的干扰 而最高院似乎并没有完全排除这种干扰 既然如此 我们还应该支持最高院吗 那么我们应该究竟支持谁呢 答案是唯一的 我们都应该支持正义 支持按法律办事 中国是一个奇妙的地方 一个两手空空的人通过一纸合同 不要费多少麻烦就可以摇身一变 变成千亿富翁 这合理吗 这正常吗 那么在这其中啊 走马灯式的这些人物 任何一个都不简单 啊 那个两手空空的农民可以告导很多的高官 从一个服务员变成一个亿万女港商的那位刘娟 那位号称得了抑郁症 为百姓发声 对不对 而且那位崔永元 各个在这其中都扮演着一个谜一样的角色 我们希望呢 这个案件呢 能够最终啊 通过这种公正的合理的媒体监督下的啊 这种审判的过程把这其中的黑幕呢 能够大白于天下 但是呢 我对此抱着悲观态度 在中国目前的这种 无法无天的这种法律框架下啊 这可能会是一个永远的谜团啊 所以呢 咱们呢 先别急着为崔永元叫好 是不是啊 亲爱的观众们 谢谢大家 这期呢 咱们就聊到这里了